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于雪纯 去年参加了扶持计划之后 一直呆在了上海 自己的角色也从创作者、学生 转变为了艺术工作者 这一开始是参加了 几场远轴平台的走秀 远轴做了些衣服 也和朋友们一起去筹备了 一些圣诞节 新年相关的主题活动 落地在CryptoVoxos的题块上面 它是我研究生实际的一个创作总结 也是当时的一个研究方向 选题的最初确立 是源于我对这个 数字艺术和材料艺术相结合的跨学科尝试 在对真实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 不同材料的探索中思考了 从真实到虚拟之间的转译 从而获得了一些启发 在明当代百数馆的 这个一楼和二楼之间 当时正好观众上楼的时候 能够被捕捉到面部 然后形成一个虚拟手势 底下还有一个空气成像屏 然后人们可以用手 去和它进行一个互动 怎么做好这个掌 其实不用它去 关注它这个 就是原先这个限制空间中 一定要呈现的一个展览形式 就是说你可以去以你非常大的 一个想象力去呈现它 这个作品它是飘在空中的 或者说它飞来飞去的都可以 我觉得就是通过那想象力 可以去促成一个 非常好玩的一个 有意思的一个形式 原有种土地平台 其实它也非常像个人网站的形式存在 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工具 要平台 我会比较关注这个在 这个虚拟手上的一个内容创作 在上面进行一个真正的应用 比如说去做这个虚拟地块上的画廊 展览或者音乐会开party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式 其实一开始做这个虚拟服饰 在这个地块中 挣了一点点钱 然后就是会有人 喜欢你做的这件作品 然后可能就会去买 然后还有种情况就是 然后有人委托你去做 然后会给你一些这样子的钱等等 就是大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 你的感悟 还有每一部这个小的尝试 都会促成 还有改变你自己最终 作品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真诚地做作品吧 好 好